能之中发挥真果,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力,至于至善,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,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。 心为一身之主,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,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,则不相随心转,还可以改变命运,趋及彼凶,朝向光明,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逍遥自在。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,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,其末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,如中国印度等。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,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?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,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,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,无数小战,伤亡无数。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,造成大气臭长层之破坏。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,全球性气候的改变,人心之变,赞造了天灾人或连连,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。 因此,上帝红恩慈悲,特将大道谱传于世,以挽救良善,求道以后,我们时刻存这道心,以良心待人处世。 当欲又人类不可挽救的灾祸时,只要成心使用三宝,必能灾地结,逢凶化吉。 此事,验证甚多,不生美举。 三超生了四人生,又如一段苦乐香餐的旅程。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,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。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。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,终究成空,微速渺茫。 更不禁令人稀毒畅茫。 是以智慧者又鉴于此,难以超生了死。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,为人生至高之目标。 古代先修后的,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。 竟必生之力,苦修苦行。 仍难以访得明师,达成心愿。 如今大道库传,先到后修,再求到过程中。 天命明师一旨,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。 先赋互与超生了死的保障。 我们得到以后,认识了真我,以真我为主宰。 愿离邪心放念,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。 无论在人处是结合于良知。 百年之后,坚果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。 永享平安喜乐。 四成圣城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贤的正因道种。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,它必然萌芽开花。 结果,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,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。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, 更使得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。 求道之后,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,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,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。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,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。 尽其一生,精净不屑,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。 归天之后,地正圣贤果未无疑。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。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,明师一点玄关开, 打开正门佛祖来。 天堂飞在我身外,天上地下我都在。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贵至宝也。 先天大道,天命宝贵。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意,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。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。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。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。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。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。 依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。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。 此次级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其妙即意。 此者是无师智,此智是妙智妙会。 此智此会是我本来不由的。 由先天带来的。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。 万物万类未生。 以前我的初心。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业。 先天大道之妙。 似妙之贵。 妙不容颜。 不学而知。 不学而能。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。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。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。 不用思想。 不用念喉。 不用言听事动。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。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。 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。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。 摄着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和汉星都乱续。 日月无光。 亦不能轮转。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。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。 摄着大底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这荆木水或土不能相陪。 则现象丛生。 山风地裂海水枯干。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。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。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则寸步难行。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。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。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。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。 妙至极宜。 摄着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。 的支持而实行。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。 绝言妙不容言。 不是死后成佛。 当体即佛已。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。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。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。 求到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。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到。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。 事实上。 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。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,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普传于是,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。 另一方面,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组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,才能够顺利求到。 此外,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。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义得到以后。 愿意明悸病是剑刀的精神,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。 皆愿意良心作为依归。 二得到以后,愿意能力所提,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,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,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。 三得到以后,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。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到过程中,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。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,则不但毫无意义、毫无效果,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。 这良心愿,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,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。 真诚实见良心愿,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,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。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到修到良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能顺利求道。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。 是顾上天开恩,只要我们修到有恒,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,超生得救。 我们的子孙的印币,对父母祖先尽大小,这是最好的机会。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,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,都可以求道。 欲求得天天大道,脱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。 世间的穷通受邮关寡孤独生老病死苦,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,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陈家齐的幸运。 我本人心必善良,我有先天真基善后,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,似激天元。 我本人祖先也有些人。